太多的故事告诉我们 好的创意可以赋予商品全新的生命 那么在上班族被咖啡全面攻占的此时 全球一天呢 仍然有24亿人在喝茶 每年的茶饮市场规模高达900亿美金 不过茶文化起源的中国 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在红海里寻找自己的蓝海 这位大陆电商巨头京东CEO刘强东 他娶了奶茶妹妹轰动一时 那么现在顺理成章 让妻子出马来卖茶 诉求的是科技跟时尚 也借鉴咖啡的萃取方式 有冰滴 有红析跟蒸汽 还开发出了胶囊茶饮机 全新打造茶界的星巴克 冰滴出来以后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柔软 而且会更少的烤印 四小时的涓滴净透 换得一壶夏日清凉 保留茶汤甘醇 却少了些许苦涩 相比传统茶饮店 这里更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 它可以泡四种完全不同的茶叶 将红析咖啡蒸汽装置 改良成泡茶新神器 全程数位控制 萃取过程中水量多寡 水温高低 甚至翻滚次数时间秒长 依照不同茶叶都有精密计算 你需要让茶叶更甘甜的话 你要前翻后平 就前面多翻滚 后面就减少慢慢的翻滚 后面减少翻滚的时间和次数 为了是把它的茶色给萃取出来 压下来 而胶囊茶饮机是另一个新鲜尝试 为电脑判读茶叶品种 自动设定水温 时间和压力 泡出来的茶不输手工线泡 尽管在这儿 一杯茶要卖30元人民币 消费者照样买单 相比Costa或者Shimaco都差不多 对可以 在产品方面 这个更吸引人一些 先做茶饮 但是它茶饮跟这个时尚 然后做一个结合 然后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科技感十足的泡茶设备 简约时尚的室内设计 郑重大陆时下消费主力 80 90后的品味 因为幕后有个年轻豆娘 23岁的张泽天 绰号奶茶妹妹 同时也是大陆电商巨头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的妻子 产后付出处女秀 献给自家投资的茶饮店 我们希望把传统的这个茶饮 能够和我们现代人的这个 非常时尚的生活方式 结合在一起 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品牌定位由小天董操刀 经营管理则找来前麦当劳 中国首席运营官运筹帷幄 目标要打造茶饮界的星巴克 第一件事情 它必须是有好的产品 第二件事情 它必须有好的emotional linkage 就是有好的情感联益 第三件事情 它必须好玩 足够适应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夜谈 以星巴克来说 进军大陆不到20年 在102个城市 开出2100多家门市 一要成为连锁咖啡龙头 正应能紧抓崛起的中产阶级 这家茶饮除了借鉴模式 也寻思添加心意 北京寸土寸金 像这样50平大的门店月租金 纵折一二十万人民币 所以空间利用得更加灵活 不只卖茶 还可以是生活居家馆 小道茶具灯饰 大到方桌高脚椅 店内所有物品 只要看得到就能买得到 扫一扫QR Code下载专属APP 轻松下单送货到货 我们的其他的生活用品呢 已经占超过我们25%的销售 这杯茶带回去的同时 也把周围的这种生活方式带回去 中国人喝了千年的茶饮 才达到千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咖啡却已达1400亿人民币 在与咖啡的争夺进合中 茶也得推成初心变花样 品出时尚来